全台限电的危机到底离我们多远如影随形吗 被台湾才刚刚历经了停电惊魂 没想到昨天你看这个画面 桃园又有上万户停电 只是电路跳脱还是根本缺电可用呢 而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数字 台电去年仅靠着没退场的核能机组 就赚了300亿 我们就说如果核二核三继续研绎的话 不是年转更多吗 干净稳定的能源你不用 结果我现在今天到我们来看 所以接下来核能要不要研议会在立院决战 会对电荒有所帮助吗 俊详哥还有报社的观众朋友 从现在开始到今年的暑假 我会常常跟大家讲电 台语两句话 电到七顺顺 电到金啥啥啥 走到皮皮刀 七顺顺啊 因为绿色嘛 现在目前是民进场执政 电到七顺顺 走到皮皮刀 怕啥 怕停电 前天度过Safe对不对 对 动415 怎么样本来7点要分区 限电来Safe没问题 对 因为台积电直接减少用量 对 那现在台积电说没有 等一下我们来谈 可是昨天就没过关了嘛 观众朋友 昨天桃园二度停电 7000多户 你看 谁要在下班的时候 而且你要看看哦 俊阳哥 警察是不是在那路上了 指挥交通 对 他已经是造成了 你电的话 连交通都受影响啊 没有红绿灯 我跟你说哦 我现在带我们看这个 黑妈妈的这个停电现场 已经是第二次了 对 其实在傍晚下午 已经停一次了 好 所以你要知道 从昨天下午到昨天晚上 停电对于住在桃园 的人都不方便 那前天过关以后 昨天就没过关了 那现在是4月17号 已经非常热 我跟你讲 7月会更热 之后呢 今年的7月 河三电厂的一号机组 还要退厂 明年的5月17 河三的第二号机组 也要退厂 越来越吃紧 他说没有 那以后是不是厂会出现 不是恐吓你 而是说我们要想办法 那前天 我说动4小5过关 其中有一个是因为 我们到处去收电 只要这么轻五十 要轻一把 到处都有 鞋合电厂 水利发电 什么东西 连河二的那个 柴油机组都来发电 轻轻的时候 过关 但是问题是 两个事情 现在目前台电出来 跟大家说 没有啊 你都报道错误 第一个 我们哪有收到这个限电 我们就过关啊 结果呢 哪里没有 这个简讯 我们把这个个字 码起来 这边看不清楚 里面就有讲啊 收到要准备限电的通知 你的台电内部群组 谁露出来了 听说现在台电要查 这其一 其二 是不是因为台积电等用电大户 想说 拜托一下 因为Devite calling 在2.8%的 倍转容量率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没办法 第一个你要降压 第二个要分去限电 对不对 那为什么后来能够拉回6 就是因为台积电用量减少 他想说没有 他说我们跟台积电呢 其实呢 基本上呢 没有签约 但是有默契 台积电根本没有减少用电 这是台电的说法 那我们今天也如实跟大家说 但不管怎么样 昨天桃园停电是事实 前天用量紧张 好不好 我们就这样讲 用电紧张 你已经很迫切到 6%左右的 倍转容量率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就应该要检讨 这个人叫李远哲 他从以前 李登陆前总时代的时候 检讨我们的教改 检讨我们的环境政策 还跟蔡总统讲说 2025非核交援 不应该对不对 把其立院责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院长他基本上呢 忧国忧民 可是他这次没有讲话了 很长一段哦 现在他跑出来 又跟大家说了 赖清德即将要当 未来四年的总统 他认为呢 现在目前 不只是我们台湾的问题 我们包含2030 2050 全世界的这个所谓碳中壳 或者是净零排放 我们的目标不是跟国际一样吗 那你能接轨吗 那如果你今天核电通通退出 代表什么 很简单 火力发电至少要八成嘛 那火力发电都是八成 那你排碳怎么可能 应该有可能 过不了啊 他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 而且是骗人 他将在最近 找一群专家 跟赖清德总统当权人 好好谈一谈 看未来的四年 甚至八年 台湾应该怎么做 你要看到 我们的离岸风电 第一个从建构的过程当中 成本就高 然后呢 现在目前呢 你的成本高 高到你整个发电 从建构到发电过程 你整个算下来 是欧洲的2.5倍 所以呢 这个电价呢 有可能会比 就过去来讲 都还要多五成 那多少钱呢 就是报价 大概就是一度电 要六块 那我们台湾 现在有没有风力发电 有 未来核能 如果退出之后 风力发电会其中的一环 那你发电 从本来一度一块 到一度快六块 对 一定要涨价 对不对 你以前买的猪肉 是一斤三十 现在是一斤三百 猪排饭 一定要更贵嘛 所以这是其一 其二 你要知道哦 那既然这个核电 刚讲一度一块 有我们的核四的前电厂的厂长 王博卫会 再说专业 带来都说专业 给你听 核电发电是比较便宜 但有人讲说核电不安全啊 我会怕啊 拼装车啊 对不对 那就有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 四个电厂要分开来看待 现在的问题 王博卫厂长认为说 很简单 他要向赖清德 总统当权喊话 他说他要掌握一个 特别的情织 哎呦 我还要听你说哦 赖清德总统当权 明明就问过核电专家是两个问题 核四安不安全 答案是安全 台湾要不要核能 要核能 那你就知道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用 所以他说我们就不用吵了 如果赖清德总统当权 同意核二核三能研绎 赶快把法令松绑以后 第一个电力基本上就够 第二个电力会便宜 为什么 你看这个 这个叶中光教授有讲说 这个如果核二核三 都能够继续研绎的话呢 一年不再 台阶线不是亏3800亿吗 第二个 如果核二核三研绎的话 不再不用亏 一年还可以赚520亿 因为核电比较 发电成本低 所以呢 你的卖电的过程当中 我们定家不用讲 台电还可以赚钱 所以呢 现在就在讨论核二核三 到底能不能演绎 第一个 我就讲法令问题 要五年前提出 所以你要修法 第二个 会不会在地人士反对 大家都冲出来 反对反对我不要 现在这个人叫做苏清泉 他选屏东县的县角 你说会数年而已 你来我们屏东看看 我们屏东的核三附近的人 都说核三 已经相处这么多年了 品质都很好啊 我们根本没有反对核三 好那问题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引出来 我相信一定有人赞成 也一定有人反对 但是显然 不管核二跟核三 都有赞成跟反对的声音 有赞成跟反对的相亲 政府应该想看看到底要不要 那目前我无法判断 赖清德总统 民进党政府在520之后 到底会不会也用核二跟核三 除了晶片的战争之外 我也要带我们来看到 在国内的房市 台积电也一直一直 再创奇迹 这两天最重磅的消息是 居然台积人他们去包团团购 是真的 房仲已经证实了 一核八百户的房子 三百多户被他们打包买走 还不只有台积电 这一段时间台股赚得满盆满波的 重电帮也杀进来了 一抢下去那房市 房价不就买得更贵了吗 好 居然哥还有包新的观众朋友 要讲台湾之前 我先讲日本熊本 日本的熊本是台积电的厂之后 周边怎么样 很多房子 工程师都搬进去了 连那个饱餐厅 还有这些有没有 超级市场全部都有了对不对 对 所以日本会这样 台湾难道不会吗 更这样 台湾高雄 台湾新人家讲说嘉义可能也会有 然后竹科中科 主要是台积电三个字 周边的建商 他讲说可能会有工程师来大量的买 新竹也有 高雄也有 真的吗 来观众朋友 今天有新闻说 建商告诉你 真的 高雄的建商讲说 台积电的工程师直接舅团来买 那竹庄哥你不要误会 说台积电工程师 因为我要在高雄以后设厂 可能在那边住对不对 所以我先来买抢便宜 不是 不是 他完全不跟你讲价钱 好不好 他今天要的不是 台积电的工程师 就是舅团买高雄可能盖台积电厂的周边 对 在这个左南嘛 特别在南指嘛 他只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呢 他叫大物件 我今天要很大 可能还有公社 还有个小公园 然后停车位 可能还要三个以上 第一个大物件 第二个要看建商 这个建商在高雄 我特别 他学哪个 我不知道 有幸运 而且呢 品质好的建商 第三个呢 就是location 是 因为我们台积电未来厂房很近啊 台积电工程师 哎 那停电 我们好像我们最近停电 马上就叫回来 对不对 那铸银员怎么办 所以来 第一个大物件 第二个建商 第三个要很近 唯一不考虑的 就是价钱 他是怕买不到 他就常来买 我现在先买 跟你砍个价 大团购 不是 团购给你直接包掉 所以呢 没有再跟你讲说 我们要便宜的 他就是直接冲进来 要跟你买相关的这些物件 因为呢 台积电有在的地方 他现在不管买多少钱 以后很可能都会涨上去 那观众朋友不要误会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卖房子 我是要告诉你 现在目前的状况是 台湾的房价在过去的三年 过去的五年 真的是惊天动地的改变 那现在是2024年 那你知道三年其实是什么样子吗 观众朋友 2021年的时候 你看新竹 新竹县市 旁边有竹科 但是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啊 可是整体的新竹县市 全都穿起来 2021年的时候 平均房价 不管县或市 都是在31、32万左右 对不对 好看完这个以后 你现在可能就会最新冠 因为呢 到了2023年去年 已经直接新竹市变52 新竹县变42 直接涨了20万 对不对 那现在2024了 对不对 可能还会涨 我刚刚讲工程师 来 最近就有竹科工程师呢 跟他太太跑去讲说 手边没有什么就是有现金 至少可以拿出400万投机款 可不可以买到我要的房子 后来一问 可能还不一定行 其实是工程师哦 为什么 因为刚刚讲 2021年新竹是32万 2023年去年是52万 今年的整个行情 已经是55万到60万起掉了 六字头都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你说这怎么办呢 冲啊 但是现在已经要60万 对不对 三年前2022年 32 还差一倍 对不对 那大家就倒没掉了 我也其实 我也很气愤啊 台湾的房价怎么变得很贵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知道台湾的人 有来这里买房 那飞行跳起 不能跟他对撞啊 气愤归气愤 那我要告诉你实况嘛 实况就是 台湾房价要往上冲啊 是这样的人讲说 昨天股市不是狂跌嘛 那今天又涨回来了 有人讲说 会不会到时候 股市里面的钱 跑去房市 那可能就会涨更多 第二个 403才刚一个地震 对不对 所以大家想说 那以后房市怎么样 我等一下告诉你 再来看的是什么 这是新竹的状况 这是高雄的状况 这个呢 就是南二都 台南跟高雄的 所谓中位数 到底是多少 什么叫中位数 因为现在房子有推出一房的啦 有五 有三房 有四房的 所以整体的价格不太一样 有的可能是 就是五六百万 一千多万 两千多万 五千万以上都有 但是平均一个中位数 代表说 目前房市的中位价在哪里 那房市的中位价 刚刚讲 这涨了这么多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过去在2019年的时候 大概台南的中位数 只有719 也就是说 他成交所有的房子的平均 交易价就是700多万 700多万啦 因为那两房啊 毛一房 那高雄是681 高雄还比台湾便宜 对 可是到了去年 俊江哥 早就已经都破千了 有没有 1163跟1085 不管你买什么房子 中位数已经冲上来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 现在所有的物价 在这一个两年的 COVID-19之后呢 原物量上涨 工上涨 所以房子都贵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涨了 这个叫做 营造工程物价指数 110.5 我再跟你讲一个 这个简单讲 如果这个指数 在100 那就是平均 它不会有暴涨 但如果已经110 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 建盖房子的成本往上冲 那房子的成本往上冲 我们刚刚讲 发电成本往上冲 定调到贵吧 对 盖房子成本高 房子就贵 对 第二个 那我不买可以了吧 你网上说什么 他买了 不买了 我用租的 对不起 用租房子的人 他也痛苦 因为租金也涨 租金的这个 房租指数 105 也是最近一年以来的最高 没有地方可以躲了 这也是没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房子都变贵了 是 房租难道不变贵吗 当然也变贵啊 所以买房子住房子都很贵 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要看哦 全台湾在过去 我刚刚讲 平均涨幅有多达46.1的 新竹涨幅更多 82.6 82.6%的涨幅 这个很可怕 这个不是可怕 这个基本上 觀眾朋友 你现在要论 你不要把电视给砸破了 现在神器说 为什么要这样 20年以前没 10年以前没 5年以前没 4年已经开始 就过去这4年 所以我们其实政府要检讨 为什么房价突然爆充 让大家都买不起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要知道哦 怎么办 俊阳哥怎么办 房子就又买越小 我买不起大的怎么办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怎么办 我现在蹲下来给大家讲 怎么办 就买小一点 买一房好不好 我买不起三房 买不起两房 我买一房好了 现在你要看哦 台中在这里 我台中人 你看台中市有沒有 格局一房 有没有 这种一房哦 一房一个厕所 都没有隔间哦 一房的哦 基本上在2019年 就过去4年嘛 其实谁要跟你买一房 只有3.4%的房子是一房的 可是到了2023年去年 我看到这一房 已经有14.2% 已经是整整多了4倍 就是说 它的市场上面的一房的房子 就算多了那么多了 那其他县市也都一样 所以房价在涨 房租在涨 现在大家买不起 三房买不起 两房 直接买一房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篇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